欢迎我们关心东台湾大小事 我是陈秀卿 在现今的社会环境当中是相当的竞争 发展出了许多的名词 像是斜杠人生啊 踢行人啊 拍行人啊 无非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要有多项的专业技术 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或者是因此而让人生的资历更加的丰富 不过呢国立东华大学呢 鼓励学生要成为章鱼人 所以相较于什么踢行人啊 拍行人啊 什么是章鱼人呢 他有什么样的特性 那这个运用在教学上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议题 我们访问到国立东华大学艺术系教授 廖庆华廖教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 教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第一次听到章鱼人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那为什么廖庄授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想 那这个运用在教学上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吗 是 这时代的变迁啊 我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 好像I型人 就是一个专长就可以了 后来发现说其实T型人比较好 就是说你有一个专长 可是你的通通事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水准也是要有 那么就变一个T型人 后来发现其实T型人到应付现在的这个数位的时代 好像还是不够 应该是要跨领域变成拍型人 就是一个专长还不够变成有另外一个专长 那我们现在更强调就是要变成一个章鱼人 可是要注意的章鱼人是章鱼头是大大的 也就是说不能什么都会什么都浅浅的 所以你还是会有一个主轴 你还是有一个专长 可是有专长之外呢 其实不要设限你的学习 尤其是在大学这个四年当中 好好的去接触 然后就会发展说 好像章鱼脚都出来了 除了我的专业之外 我也对于其他方面是有兴趣的 那这个八爪章鱼的章鱼脚出来之后呢 其实你也发现说 这个领域里面又有些是我特别喜欢的 所以从章鱼人里面可能又会培养出拍型人 就是说章鱼人 他也是有第一专长第二专长以外呢 他其他其实也是可以多方面接触的 那这样子呢 除了可以丰富我们的学习 开脱我们的事业以外 其实在当今的社会里面 正需要这样子的跨领域的人才 所以以后在找工作方面呢 是有占了很多的便宜 其实把这个八爪章鱼 他的八只脚触脚伸出去了之后 最后都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头上面来 是啊是啊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你的八爪去触脚 去延伸到不同的地方 然后把各方面的姿势 然后回收到你的这个源头过来 这也是我们的教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嘛 是 所以我们中华大学在这方面呢 就是做了很多的琢磨啊 你可以做双主修 你可以拿两个学位之外 我们特别设计了很多的学程 假设像我是艺术设计方面的 可是我对于城市设计很有兴趣 是属于理工科方面的 那理工科那边就有城市设计的学程 所以我可以去修这个学程 然后在毕业的时候呢 我除了艺术系的艺术专业之外 我还多了一个城市电脑 城市设计的学程 这样子的话 其实出去找工作是非常加分的 谭谭教授您本身的生命经验 您虽然是像是艺术系的教授 不过呢 我们知道说你的本身的经历 还很跨领域 对不对 带过广播公司 广告公司 而且你还是网球教练 这些的经历是非常丰富 所以你也是章鱼人 不敢当 不过我是自诩了 自己期待自己是章鱼人 那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的 际遇跟经验都不太一样 那刚好我是一个兴趣很广的 我是大学念哲学 同时在大学迷上了网球 当然网球教练 那到后来就做了广播 后来发现真正喜欢的可能是广告 后来就去纽约念了传播艺术的硕士 后来就开始教书了 那么教书之后发现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书法 后来我就用这个纪录片拍了 要来研究台湾的现代书役 后来就是在澳洲拿了一个设计学博士 那么一直在做现代书役 跟纪录片方面的一个研究 后来到了我40出头的时候 就十几年前 我真正发现我最爱的还是创作 所以我就回归到书法的创作 就从一个研究者变成一个创作者 所以这十几年来 大部分是在做书法的创作 可是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我过去的哲学 过去的拍摄影片 从事运动的网球教练 或者是这些传播的经验 其实后来都套用在我的 现代书法艺术上面 所以我的作品就变成 比较跨领域比较多元一点 那其实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怎么样融合在一起 比如说像是您是网球教练 怎么样把这些融合在您的 这种书法的艺术创作上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形的 例如说我现在做的是 现代书法艺术的创作 所以它是一种 它不见得是用笔墨指研的 来写书法 它可能可以用酱油膏 可以用酱料 可能可以进电脑里面 做一些设计 电脑绘图 甚至可以做装置艺术 甚至可以跨领域的 跟舞蹈 跟视觉 或做成动画等等 只要是这个艺术呢 它的内涵是跟书法相关的 或者书法为主轴的 都叫做现代书艺 所以自然的我会把过去 所有的哲学训练的解构 建构 后现代 还有我以前长期在做的 这个所谓的设计 视觉方面的东西 我过去接触到的一些 音乐舞台表演的东西 会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的现代书艺 其实是很多元的 是从各种面向来创作的 难怪有人说一个艺术的创作品 可以反映出这个作者的 他的本心 所以廖教授 您有这么多的生命经验 这么丰富 所以在您的这个艺术的创作上 一定是展现出 你个人的那种 非常特别的特质 对不对 我觉得一个人 不管是同时艺术创作 做任何事情 就是在表现他的自我 那我就觉得说 因为过去有这么多的一些接触 让我好像觉得 这好像创意源源不绝 现在虽然已经快60岁了 我也是非常热衷创作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创作 好像只是我内心的 十分之一而已 还有十分之九东西 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也是很感谢上苍 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经验 那我也觉得 趁年轻的时候 好好的是去开拓你的视野 这样的生命会更精彩 以后的机会会更多 可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 其实一个人的专业 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专业的话 有的时候你什么都碰一点 碰一点很浅的话 可能也是滚石不升胎 对 是是是 我们访问的是 国立东华大学艺术设计系教授 廖庆华 廖教授 我们刚刚听到廖教授的这个生命经验 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回归来看一下 东华大学的教学 目前的东华大学 在全国的跨领域的学习成效 是排名是第二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我想我们东华大学 最近我们一代文豪 就是我们也在花莲的最受人敬重的文学家 杨木老师 他过世了 那杨木老师其实就是我们东华创校的人文学院的院长 所以在他的影响之下 我们在学校 其实我们是很年轻的学校 就25岁而已 不过我们的学校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放自由学风的一个学校 我们后来也体验到了整个世界的发展 其实是要走向跨领域的学习 所以我们学校的特色 就是非常容易去做跨领域的学习 包含了你进来这个学校之后 你发现好像不合我的志趣 你要去转系 我们也是比较宽松一点的 包含了你学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在想要学其他东西 那所以我们每一个学院 我们学校是综合性的大学 而且是比较完整的 八大学院都有 大概除了农学院跟医学院没有之外 我们都有了 所以每一个学院都会推出一些学程 甚至还有一些微学程 就是短短的几堂课就成了一个学程了 例如管理学院有观光大数据的学程 在人文学院里面有文化创意的产业学程 在环境学院里面有东台湾的生态文化学程 像理工学院里面有 我刚刚所讲的 现在最热门的城市设计的学程 AI人工智慧的学程 像我们艺术学院里面有 艺术学程 设计学程 还有所谓的东台湾的 十亿人才培育的学程 所以任何一个科系 都可以来修这个学程 那在通识教育里面 我们也承认很多的这些课程是可以抵认通识教育的 所以同学就可以在学校很轻松的跨领域学习 甚至在跨领域的时候也认识很多不同科系的同学 这样子脑力激荡之下 他能够发展出更完整 更多元 更开拓的一个人生经验跟学籍管道 是教授那请教一下 以前我们在东部设立国立大学的时候 引起很多人质疑说 会有人来念吗 可是现在呢 当时的这个缺点似乎变成是优点 现在很多人喜欢到好山好水的花莲来 尤其是在疫情的这段期间 大家就觉得洞华大学非常的宽阔 非常的好 所以呢我们是如何把过去的这个缺点 变成是我们的优势 其实我是觉得人是属于大自然的 所以人在大自然里面 你会发现说 你去了好山好水的地方 看到那个海洋 看到那个高山峻里 看到那个草原 我想任何人都会很开心吧 甚至会尖叫 好胖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属于大自然的 可是很可惜的 我们现在很多时间是被关在 钢筋水泥的冷气房里面 那您试想一下 就是说我们东华大学252公顷 很多人到了我们学校 就常常赞叹说 这才是大学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 其实并不是每个学校 都有这样子好的环境 那么在我们学校可以看到 很美的山 很美的云 那么你要去七星潭 你要去太鲁阁等等 都很近 就整个花莲就是一个仙境 我觉得在我们东华大学四年当中 甚至有些人继续留下来念硕士班 其实是在这样子的好环境当中 有很多的陶冶 会培养学生有一个开拓的心胸 有一个阳光的一面 那么我们现在看很多学生是玩手机 可是你看东华 我们的玩乐不是室内 而是户外 像有的时候我上课 今天心血来潮说 走我们去白包西 带学生去白包西 去写生去拍照 是这么样的开心快乐 我们东华人 我们现在也期待 在这么好的环境之下 能够培养学生 一个很阳光的性格 能够和大自然为伍 然后在大学四年当中 陶冶出来他们这种同理心 我们也常常会下乡服务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 一些原住民的社区 那么我们也跟社区的合作 去协助这些原住民的朋友们 或者一些老年者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之下 真的是可以培养出 不一样的胸襟跟人格 我最近接触到一些业界的人 他们说我们公司 有十几位东华的学生 我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好 真是吃苦耐劳 而且非常有同理心 很有热情 我认为现在在这个地方学习 可能是比这样 在钢筋水泥的冷气房里面 学习四年会好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 其实并不偏僻 我们到市区也很近 在我们学校等于是一个大学城 可是很好的是 我们的诱惑很少 没有很多的这样不良的一个场所 所以同学大部分都是 除了读书之外 就在户外活动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是 除了学校的基本的资源之外 我们也是善用于 学校附近的周边的相关资源 运用在我们的教学上是吗 是 其实我们学校里面 就有一个小米园 就原住民他们同学 在学校里面就在种小米了 花莲非常有名的有机农场 其实不只是农业方面 在各方面 我们都会找很多的机会 带同学出去 去做社会服务 去做生活的体验等等 所以是跟一般在台北的大学 或者南部大学 可能他们比较做不到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而且是很便利的 是 现在大家的观念 似乎慢慢在转变 东华大学录取的这些孩子 他的报道率似乎是非常高的 是吗 对 其实在这个小子化的浪潮里面 我想很多大学都受到影响 那我觉得我们东华大学 很好玩的是 我们并没有受很大的影响 在这几年来 其实我们的注册率 报道率都是九成以上 九十几 繁金计划 305个人是我们要报道的人数 只有一位 因为某种原因没办法来 所以他的报道率是99%点多 就是304个人来报道 那么其他各项的指数 包含了大学的排名 国际排名里面 在国家排名里面 我们现在大概都是 在第19到第10名当中 最好的排名是曾经到第10名 那么我们的理工科 尤其是我们的资讯工程 我们的管理方面 我们的物理方面 大概都是前十 排到六 七 八 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 尤其是我们的资讯工程 大家看全台湾 台青交程之外 可能就是我们了 因为是排名第六 所以在在显示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是 好 最后想请教廖教授 就是以你个人的经历来看 你要成为章鱼人的话 你压力会不会很大 因为你要学习好多的东西 其实倒不会 我觉得那个都是不是强迫性的 就是说我们只是把你的本业 过好之后 我们有很多管道让你去吸收 我们要打破一个观念 就是说假设我是学理工的 我不要去排斥理工以外的东西 假设我是学艺术设计的 我也不要把那个理工科 看得像毒蛇猛兽 而且现在我们是一个AI的时代 是一个数位的时代 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学任何东西 可能都要去接触一些电脑的东西 是 所以我们可以自有的选择 自由去学习 不用太多的压力 明天时代 就是说你这个人 感谢观看